以色列跟伊朗近日冲突不断 外交部调整以色列旅游警示灯号为陈设 不过台中有民众在去年报名参加 今年6月底出团到以色列的旅行团 无奈碰上中东情势紧张 打算要取消行程 却遇上旅行社刁难 事后也发现 这家旅行社疑似被撤照 目前正在打行政诉讼 对此观光署表示 将会全力协助处理 维护消费者权益 民众拿着旅行团的时间表 说自己去年向旅行社报名 今年预计6月底要出团到以色列游玩 但没想到遇到中东情势紧张 想要取消却被旅行社刁难 因此找上立委陈情 希望能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因为这一次出团是要去以色列 以色列中东战火现在急剧的升温 所以民众可能心里有恐惧 不愿意去 那本来按照观光署公布的 这个定型化契约 我们团客可以在这个出团之前 41天之前 如果我要求要退出 本来依照定型化契约 就可以退费 因为如果按照契约来讲的话 他如果扣掉全额的5% 他剩下还是要退给我们 可是目前他是跟我们讲说 他的钱已经先去抵押在航空公司那边 所以他没有这些钱可以退给我们 还要我们另外再给他5%的违约金 可是他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讯息说 他目前已经先把我们这个定金 放到航空公司那边了 这团以色列旅游团当初已找鸟架招揽客人 包含廖先生在内总共有13人 先预缴了定金2万元保留团位 不过旅行设景开立收据 没有签订情化契约 如今想要退费 却被业者刁难 坚持只能够替补人不退费 对此观光署也做出回应 民众的这个消费权益的部分 我们也会尽力来协助 那还是要看这家旅行社要不要出面来处理 因为旅行社跟民众之间的消费权益 是比较是民事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积极处理 因为这家旅行社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一点 事后团员发现该旅行社在2020年 就被平保协会取消资格 同一年也被撤销执照 目前证和观光署打行政诉讼 记者会上也制定业者没有得到回应 观光署表示 该旅行社没有做到提供旅约保证 以及定型化契约 以要求改正否则将会依法开罚 观光署也提醒民众 出国跟团最好还是洽询有上誉的旅行社 以免影响权益 接下来引擎张安台中长报道